基辅公寓大楼拉起封锁线 附近车辆剥离碎裂 留下弹痕 大人则是赶紧牵着小孩撤离现场 当地时间9号 俄罗斯用一口气从海陆空多个方向 朝乌克兰多座城市 包含首都基辅在内 发射80多枚飞弹 就连西部大臣利维夫都惨遭攻击 造成民众死亡 俄罗斯射弹种类包含 X-101空射巡弋飞弹 口径海射巡弋飞弹 还有航舰杀手支撑的X-22飞弹等等 俄罗斯甚至罕见发射 至少六枚的匕首及音速飞弹 对于攻击理由俄罗斯声称是要报复月初乌克兰破坏分子进入俄国领土布洋斯克的攻击 但分析认为俄军多少也是要来呛吓西方军援 俄罗斯这波疯狂乱炸也酿成乌克兰多处停电 扎布鲁任何电厂最后一条外部电线也因此中断 得紧急启用柴油发电机供电 担心引爆核灾 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再三呼吁应该在四周建立保护区 他担心该区每一次都在碰运气 只怕某天运气可能用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